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鹏 孔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 尿症本身是各种原因 引发的肾脏功能进行性的损害 导致肾小丘单位那么逐步的上市 其实从它的定义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尿症本身它是不能够治愈的 因为是一个慢性病 是一个逐渐加重的阶段 它不像极性肾脏功能衰竭 极性肾脏功能衰竭是可以治愈的 慢性肾脏功能衰竭的话 它只能够去控制 它有效的治疗手段 就包括血液透析 抚摸透析或者肾移植 除此之外的话 那么针对它的贫血 高血压以及钙链代谢紊乱 还要采取针对性的药物 去进行治疗 但是它是不能够完全痊愈的 经常在市面上有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广告 或者说有些人打的一些 所谓的偏方 说可以治愈尿脏症 那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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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